大批民眾走上街頭 南美國家委內瑞拉本來預計 今年舉行選舉 不過近期卻傳出最高法院 持續卡著反對派 不讓他們參選 這名口氣激昂的女子名叫馬查多 她在2023年輕鬆贏得初選 代表反對派參選總統 要挑戰先前被認為在大選舞弊的 現任總統馬杜羅 但是大選日期迟迟沒有訂出來 國際相當關注 連美國白宮都出來喊話 表示如果選舉迟迟沒進展 將重新對委內瑞拉的石油 跟天然氣實施制裁 不過委內瑞拉政府高層 顯然沒把制裁當一回事 現在包括反對派領袖 馬查多被下令15年不得擔任公職 其他有力的候選人也紛紛被剝奪資格 委內瑞拉大選恐怕再次蒙上陰影 三地新聞 柯信一報道